中国战狼外交延伸到网络世界 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日前在社群媒体推特上 以小流氓的字眼回应法国学者波恩达兹的推文 惹恼法国各界 波恩达兹是法国策略研究基金会的研究员 长期关注两岸和两韩关系 先前法国媒体爆料 中国驻法大使卢沙野曾致涵法国参议员李察 要求他取消访台计划 引发法国社会热议 波恩达兹多次推文关注此事 结果遭到中国驻法使馆点名辱骂 不止如此 中国驻法使馆更透过官网刊登文章 直白回应法国各界对于战狼外交的批评 文中写道 如果真有战狼 那是因为疯狗太多 进一步引发法国众怒 法国外交部认为卢沙野一再出言不逊 要求召见 消息人士透露 约二十分钟的会面中 法方表示 卢沙野对国会议员 学者 记者的侮辱 煽动和威胁等恐吓做法 已经让卢沙野个人成为法中关系的问题 而卢沙野一度想要提及台湾 立刻被法国外长乐德里安打断 乐德里安针对中国外交官的战狼化言行 先前也在推特上口气严峻写道 法中关系里没有任何侮辱和企图胁迫民选官员和研究员的空间 法国永远支持各处体现言论自由和民主的人 法国参议院友台小组主席李察的访台计划遭到中国施压 持续受到法国各界关注 李察最近受访时强调 法国和台湾的关系无需经过北京同意 这次事件让法国人更看清楚中国的企图 也更加和台湾站在一起 中央社综合报道